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这个出世上有能糊沫 人与人之间就能出世 没有比亲切糊沫更好的事情 有的人和人一想出啊 总是紧锁可怕 总是这个疾风闲话 造成了人与人之间很多的伤害 所以人和人之间如果和睦相处的话 这个真是生了多少的闲事啊 第二呢 在是非上要有立场 这一个事件呢 真是辞一是是非 逼一是是非 真是报错度是非 你如果说自己没有立场 随着这个是非 所转 懂说懂好 喜说喜好 那真是没有一人而灵了 所以我们因此 在很多的复杂的是非里面 直接要有立场 所谓是非早早已晚 不听自能无乱 好 第三呢 在道义上要肯发现 当然我们 有时候 为了要多数 比如我的笑业 为了要做事 我要发生事业 笑业也好 事业也好 还有一个道义 道义就是我们做人的人格 而人的道德 在这个道义上呢 你要看发行 这个发行力量很大 你发行吃饭 饿吃得很饱 你发行走路 路就走得很远 你发行办事啊 甚至无事不成 所以我们要发行 或者发慈悲心 发不忍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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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发行 为社会奉献 为国家奉 第四呢 在消息上啊 要能受教 人 所以活到老啊 消不了 我们到处啊 这个 这个 时时刻刻 要有一种 休息的 精神 但是这个休息啊 呃 像现在的一般的人 不能有敬服 主要就是有排挙的 这种观念 你讲话 我不意为人 你做事 我看不惯 所以 因此呢 最好的 这个 道理 我们都不能接受 最要紧的 叫做受教 受教了以后 所有一起接受 都接受了 所以 卢虎自无尽全呢 就是第一 一 在除世上呢 要能活摸 二呢 在世费上 要有立场 三呢 在道义上呢 要看法性 四 在学习上呢 要能受教 好 阅